OK 中秋節就對自己好一點 來吃這個雞肉串 三串45元 重點直接來啊 吃看看 肉Q彈 醬濃厚 氣飽足 蓋天地 大家都知道 月黑 風高 中秋夜 反抗獨裁政權的時候 到了 這時候就想到網友問的 罷工爭取加薪時 要不要有勁搭辨測條款 直接說結論 不能有 不論是否有參加活動 給予福利 必須語錄精湛 欸 不是吧 沒出力的人 怎麼可以坐享其成 好 首先我們來思考 為什麼有人會等著 福利從天上掉下來 此時就要使用賽局理論 勇者王 也就是發起罷工的人 活動成功的話 就會爽 加薪 可以多吃一顆滷蛋 啊失敗咧 被秋後算帳 就是慘 好 再來看出辣 就是 人家在抗爭 他在扯後腿 講瘋狼話 說反送中 不會成功啦 結果 現在條例真的撤回 臉種種的那些人 說什麼 別犯法就沒事 香港有獨立的司法機構 結果 開個宿店 也要被消失 真的嚇咧 我看 太激動 話題差點偏掉 再來吃個雞肉丸子 壓一壓筋 啊 送 好 回到蘇拉的部分 來 大家請看 罷工活動成功 蘇拉也爽到 享受 沾光的快感 假如行動失敗 他們不只是爽 還會爽歪歪 喔 你們好乖 都沒造反 這才是我想要的好員工 所以 台灣永遠不缺被孤仔 因為就賽局理論來看 選擇不抗爭的人 永遠都贏 而為了對抗這些小人 只好祭出 淨大便車條款 沒參加罷工 加薪 就沒他的份 想要福利 大家一起來爭取 乍看 是非常妥當的方案 其實 正宗之放下懷 他們最喜歡 勞工內部 產生矛盾 把力量消耗完了 就沒辦法抗爭了 所以 軍眾的司官長 拍完兵一定是 整排整齡一起玩 然後跟你說 是某某某 太白目 是他逼我來整你們的 也是為了讓士兵彼此堆立 明明是展觀自己要玩人 卻把事情歸咎於某某某 拖大家下水 讓你跟他解些糧子 但腦袋清楚的 就會知道 至死之中 玩大家的 都是士官長 再吃一顆 對不對 難怪人家要說 穿上迷彩 人身黑白 所以 敬搭兵車教館 如果事情 那些不能加薪的人 就會產生 極大的相對剝奪感 憑什麼只有你們有福利 我卻什麼都沒得到 好 你讓我痛苦 我也要讓你不好受 想盡辦法 讓罷工活動失敗 勞工內部決裂 吃方絕對是拍手叫好 這美味的雞肉串 讓我拍手叫好 此時就想到經典神作炸雞遊戲 參賽者 高手如雲 有神棍 賭徒 天才 心理大師 互相欺騙 為了自己的利益 把對方推下地獄 而故事的女主角 卻是 腦袋單純的好人 一開始 大家無法理解 覺得她根本來亂了 秀羅戰場 搞什麼聖母降臨 但在故事中盤 才發現 女主角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因為 她的目標 是要打滑整個詐欺遊戲 所以 她不會趕盡殺絕 總是留後路給對方 製造日後聯手的機會 就像這個雞肉串 我不會 吞進吃錢 而是會留一些 給家人來吃 好 再回到爸公本身 看看這張 賽局理論表 其實有個極大的問題 選擇當時 最聰明 最偉贏 但如果 所有人都不抗爭 在家裡 等待福利從天上 叫下來 那永遠都不會加薪了 這就是為什麼 某些國家 都已經21世紀了 他們的人命 還是沒有言論自由 百姓不是笨 而是太聰明 他們都等著別人 去幫他們爭取權利 你看我 我看 看誰撐了比較久 貪生怕死 就被國家欺壓到死 台灣人帶走 所以現在可以罵總統 萬事都有因果的 喔 花題又騙了 再吃一口鴨鴨精 罷工要成功 內部一定要團結 不能分離我 而這些輕資方的賣骨賊 其實也只是牆頭草 只要形勢偏勞 抗爭好像快成功了 立刻會反鎖 我支持勞工 我要加薪勞公萬歲 他們就是這種人 雖然聽起來很可笑 但這些看不風向的俗辣 卻是罷工活動成功的關鍵 一開始先安撫他們 喔 放心好了 你什麼都不用做 在那邊乖乖等著喔 欸 加薪自然會來 只要這些俗辣 別扯大家後腿 抗爭行動就會非常順利 不畏神對手 只怕豬隊友嘛 然後罷工活動 稍稍有個進展 你就放下去 哇 我們要成功了 要加薪了 牆頭草一聽啊 什麼 戰爭要勝利了 那我趕快出來 強功勞過洋長尾 絕對是清朝而出 立道 比你還老 這經理 我看到他不收我 Ca..ca..ca...ca..ca...ca... 不要再打啦 不要再打了 我們只有加薪而已 不要再打了 喔 靠 我也是革命軍的一份子 好功勞 好偉大喔 這些人食辣歸食辣 但戰鬥力可不是蓋的 所以說為什麼越圓人團圓 就是要跟食辣一起圓 抗爭活動才會成功啊